大家好,歡迎收看我們大家 我是你的節目主持人梁樂彥,Rodney 今天我們在旁邊有一個神父 這個神父就是鄧健衛神父 你好,鄧神父 你好,論宇,大家好 鄧神父廣東話是否很好呢? 但是鄧神父是來自陝西的 對,陝西 陝西的,所以待會我會用廣東話 鄧神父就用國語去跟我們做訪問 鄧神父,簡單介紹一下他 他就是我們是多倫多中華殉道聖人堂的主任斯鐸 他亦是遙漢小兄弟會 遙漢小兄弟會亦是華人收會團體 是第二個華人收會團體 在中國大陸 所以來到這裡為我們服務 今天說的話題就是 正正我們在基督徒合一祈禱舟 所以說一下合一的主題 鄧神父,在疫情當中 不如跟大家說說 你的生活如何? 你的工作如何? 好,感謝天主,我們都順利的 唐盔的所有的事都順順利的 感謝天主 其實有沒有發覺教友是來少了? 也有很多影響 對唐盔都有小小影響 所以鄧神父也做了很多在培育上 包括線上的彌撒 大家也可以去到中華雙道聖人堂的網址 去看到每一天都有的,是嗎? 基本上主要是我們直播的 或者是每一天都是平日我聖堂 我聖堂的神父兄弟做的 給他教友參與 明白 所以大家每個主日都可以 中華雙道聖人堂都是一個選擇 給大家去主日去看主日彌撒 透過電視或電子儀器的螢光幕上 都可以看到的 說回合一這個主題 我們想合一 當然有分裂才有合一 當我想到分裂的時候 我想到一篇福音 就是《路加福音》第十二章 四十九至五十三節 耶穌很特別 他提到他說 他來是送分裂的 我們如何理解耶穌所說的分裂呢? 耶穌所說的分裂 國國就是說因為耶穌呢 進入這個世界虧是真理 但是有好多人呢 因為耶穌就會發生分裂 耶穌會講得好清楚 在一個嘎當中呢 父親反對以子反對父倉 或者母親反對以內反對母倉 就是說因為耶穌會發生分裂的 因為有些人接受耶穌 贊成耶穌 也有人反對耶穌 不接受耶穌 所以令到這個家庭 或者令到這個世界 就會有分裂的 其實福音裡面有沒有教導 我們怎樣去將這個分裂去消除呢? 耶穌在最後晚餐的時候 就在祈禱的 因為有分裂的 除了他們說 教會將來都有分裂的 有些羊群都在羊站裡面 所以耶穌要祈禱為教會可以祈禱 祈禱願大家和愛為一 在你過去的目跡生涯當中 我知道你已經超過25年了 那有沒有經歷過 或者做平信徒的時候 甚至乎你現在做神父的時候 有沒有經歷過一些 基督徒分裂的情況呢? 你看到 有 在中國大陸 就是我們直到50年代開始 在中國教會裡面 就有分裂的 就是天主教本身就有分裂 因為分地上地下 因為57年 中國大陸這個宗教改革 也是宗教改革 所以在大陸就發自三自運動 自選自勝 獨立自辦教會 所以從50年代開始 一直到80年代 在好多教區發生分裂 因為教會就分上什麼 在地上或者地下 那當時的情況是怎樣的呢? 當時也不是說 有些人保持跟教宗的共融 那有一部分就是 加入自選自勝 所以教會就分裂了 但是基督徒之間 他有沒有矛盾呢? 他會不會為了這些事 而失去做一個共融呢? 從70年代80年代 從80年代90年代呢 教會分裂有些教區 不是全有 有些教區呢 肺裂的很嚴重 特別在河北 福建和甘肅呢 有些教區 可能發生就像仇人一樣 地上的地上的 就是地下的 批評地上的 地上的不能那些 不能得救 所以發生好像有點跟仇人一樣 嗯嗯嗯 但是 講回現在了 2021年了 那這個情況有沒有所改善呢? 從教宗去年是前年 就是跟那個達成 前幾年 我忘了哪一年 就是中國大陸跟教宗的主教 達成協議後 現在中國沒有地下的主教 這種情況呢 就很大的改變 在一些教區呢 除非在福建呢 那一些做了很大的犧牲 嗯 所以呢 現在教會呢 在慢慢走向合一 嗯嗯嗯 要了解中國教會呢 不是一句兩句呢 可以這樣說 簡單地說出來 日後有機會呢 我再跟鄧神父去講一下 帶大家多認識中國教會 因為很多人都是 不在其位的時候 不在那裡的時候 很難去理解 當中的生活狀況是甚麼 但是現在說回 這個基督徒合一 講基督徒 我們有天主教和基督教徒 其實天主教和基督教徒 它最大的差異在哪裡呢 最重要的就是 從教會歷史當中呢 就是說成人教宗不成人教宗 成人教宗的領導啊 就是說教會歷史當中 發生了兩次大的分裂 1054年的東正教跟天主教的一種分裂 到151000年的馬丁路德宗教改革 實際上我們第一次叫列教 其實說因為東正教跟天主教呢 最大最大的其他的教育沒有什麼區別 最大的就是說 不承認老闆教宗的熟悉權 所以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呢 就是說他很多的在信仰上 還是有一些區別 所以呢 就分裂 這是兩次大的分裂 嗯嗯嗯嗯 這個就是講教宗 這件事情 最重要就是 但是呢 那我們現在呢 你去過中國那裏呢 就是去讀神學啦 然後就進度啦 但是你又去過菲律賓嘛 又去過加拿大啊 就是來到加拿大服務啊 你可以說是橫跨亞洲和北美洲呢 也有一個服務的經驗在那裏呢 那你覺得 在北美洲和亞洲的評訊圖 或者教會呢 去看合一這兩個字呢 有沒有一些文化的不同在那裏呢 呃都有小小 都都都都有一點 在中國呢 在我在中國呢 呃 有些我們 我在中國也待過好幾年 在原來在甘肅 呃 跟基督教 首先呢 就是說大家做朋友 因為我們知道基督教 其實在中國呢 中文呢 有一點誤會 有一點誤會 為什麼呢 其實基督教呢 是一個基督宗教的一個總成 嗯 其實我們前主教也是屬於基督教 最最古老的一派 所以我們也成為什麼基督教的 上次我跟一個基督教的牧師 他們稱為什麼 母教會 我們教會叫 Catholic 就是說大公教會 啊 所以呢 很多呢一說基督教呢 有點誤會 特別我們華人 基督教所以呢 就大家爭論 先有天主教 還是先有基督教 所以呢 其實說 到底是先有天主教 還是先有基督教 其實呢 天主教是在历史 2000年的歷史當中呢 剛才講了 分兩次的大分裂 呃 因著人性的關係 呃 不管什麼 因兩次的 但是呢 因為天主教呢 在馬 在那個16世紀 呃 到就是 李馬鬥傳到中國的時候呢 說天呢 在中國的文化 天是最大的 所以天呢 就是老天也是最大的 主呢 主宰一切的 所以當時的徐光奇啊 楊庭君啊 李自操 這些大學士 就建議把這個尬的 就翻譯成了天主 所以這樣呢 到18世紀基督新教呢 傳到 前傳到這個 呃 中國以後呢 他們就很多的 中國呢 就很多的名詞呢 跟天主教就 遇了區別 所以呢 上帝 God 對不對 天主教呢 當時候呢 剛才講 徐光奇呢 呃 李馬鬥啊 這些人用了天主啊 認為天地間 唯一真主 就是天主 嗯 因為在中國的文化 古文化裡面呢 天呢 呃 是在 比較早的 就是用了 從周朝呢 一直用天啊 周五王的替天行道 但是呢 在中國的文化裡面呢 上帝是早過天的概念 因為殷朝 就是商朝的 他們的最高神 就是上帝 嗯 所以呢 呃 但是上周朝 灭了商以後呢 他不用 不太用上帝 啊 他用天 上帝就是天 但是他不太 强調上帝 因為上帝是殷朝的家神 啊 他們的走神 所以呢 这样呢 在中國文化 如果我們研究中國文化 上帝是比較早的 但是上帝 就是天 天呢 也就是我們的天主 啊 God 所以在中國文化 就是這樣呢 就是说 所以基督教翻譯 18世紀翻譯呢 就用了上帝 耶和华 我们是天主 雅威 实际上就是说 造成了 就是我们跟基督教 一讲 跟基督教一讲呢 好像基督教跟天主教 是完全不同的 而且所以呢 在中国 华人当中呢 常常说 天主教一先 还是基督教先 啊 这就是教会呢 历史当中 所分出来的 在中国文化 我们在中国的文化里面呢 就产生很多误会 其实呢 大家知道 基督教就是一个总成 所有信基督的 都是基督教 所以在基督宗教这里面呢 分了三大主要的派别 第一 我刚才讲 我们天主教是最大的一派 然后呢 什么东正教 然后叫什么 基督新教 就是马登诺德之后的 宗教新教 他们应该叫新教 就是基督新教 这三个统成呢 叫基督教 基督宗教 所以呢 在中国文化呢 基督教好像是 成了他们的 这样呢 有很多的误会在里面 哇 这个很有趣啊 日后有时间 又可以再和邓神父 去讲一下这些的topic 因为呢 要了解这个中国的 天主教文化呢 要从历史去研究 去讲 这个就是 很有趣的题目 很期待再跟你讲这些东西 不过呢 刚才说到三个 分裂了 正教 天主教 基督新教 基督徒合一祈祷 这个合一 是不是就是将 这三个的基督徒 再次连在一起 去为同一个目标 而做一个祈祷呢 这是从教会呢 就希望每年的1月18号到25号呢 不光是祈祷呢 是做一个平台 希望不同的宗教派别 大家能够共聚一堂 特别为世界和平 教宗也特别进行强调 为这个疫情 对吧 这个就是我们合作的一个平台 就是说 合一的一个前提 就是什么 求同存异 因为教会分别了这么几百年 我们都知道 马丁路德 就是经教改革呢 2017年 不是五百庆祝马丁路德 五百周年吗 我们知道教宗方济哥 第一次参加 纪念马丁路德的宗教 什么 马丁路德的五百周年 这是天主教宗的第一次参与 这个是做教宗什么 做成一个姿态 就是说 因为分裂呢 因为历史的原因 造成教会的分裂 所以这么长时间呢 教会应该放弃一些成见 大家走在一起 那这个祈祷合一周呢 就是基督宗教 就是一个平台 希望借着为世界和平 为这个疫情祈祷 大家呢 可以走在一起 今年的基督徒合一祈祷周呢 那个主题呢 就是来自《约望福音》的 第十五章第五至九节 就是 《传流在我的外来》 《你活将会结出许多的果实》 可不可以简单介绍一下这个主题呢 这个是由瑞金言的主题 这是由瑞士的修女 他们提供的 就是他们简了这一条句 这一句 所以呢 这个很重要 因为在基督律结果时 就是我们耶稣在 《若望福音》很强调 我们这个基督徒 耶稣是葡萄树 他说我父是园丁 我们都是姿子 所以呢 这个很奇妙 教会发生了很多分了这么多姿子 但是呢 这个姿子呢 必须要在什么 基督的这个葡萄树 接着这个基督的葡萄树 我们才会结果实 这是今年呢 这个祈祷中的合一主题 就是每年呢 教会都可能 教宗呢 可能都会请一些 哪一些派别 哪一些派别 做一个主题 今年呢 就是瑞士的修女们 他们做的 那大家的题目呢 就是希望 我们每一个基督徒 我们都是姿子 但是这个姿子呢 我们必须要接在什么 耶稣这个葡萄树 我们最后才能接这个什么 生命的果实 明白明白 其实我都很喜欢这一篇的福音 很有意思 另外就是呢 今年很特别 第一次 我都是第一次听到的 就是说 有一个中文的联合 祈祷在这里 祈祷的活动 就是说多伦多 就是基督新教 和天主教 不同的牧者 走在一起 去做这个基督徒的合一祈祷 那你是不是第一次去参与呢 他们是怎么去 他们是邀请你 是哪里去搞的呢 其实 也是一个偶然的机会 因为我也是第一次参加 因为我在多年多年跟申贵会 以前叫王艾明牧师 也有联系 但是呢 跟这个刘牧师呢 我也不知道他怎么联系到我 通过网络就联系上 然后呢 他就说我们想举办一次这个 合一祈祷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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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他要邀请我参加 我说可以啊 我是非常乐意 乐意参与这些事情的 所以呢 他就 最后因为疫情的关系 大家就这样 举行一次网上的 因为人数的限制 只能是十位 所以呢 那就再楼置一下 在网上 先做一台 然后平板 是希望 希望在这 虽然疫情很严重 我们都希望在这个祈祷 合一周呢 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 希望能够呼吁更多的基督徒 参与到这个什么 基督徒的合一祈祷 不同的教派 所以今年有七位牧师 七位不同教会的牧师 我们一起连入教育 就是我 然后六位牧师 一位六位牧人 一位是服务的 然后一位加一个录制的 一位十个 是的 因为主办机构 是主办的团体 是基督徒新教的朋友 兄弟姐妹 所以天主教 就只有你一个 希望日后 譬如疫情过后 我们再有这个的合一祈祷 可以天主教 都可以参加多些 不单单是牧者 就是评讯徒都可以去参与 今次透过这个网络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都可以 想到我们言语歌的网址 都可以看回当日的情况 说这个了 因为外于加拿大安大略省政府 的规定之下 室内只可以有十个人 所以今次 计算拍摄 那位 就刚好十个 但是呢 虽然是人少少 但是你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呢 最大的感受 因为我是第一次 跟这么多的基督教的牧师 聚在一起 那一天呢 大家都非常 非常很好 首先呢 做一些沟通 做一些分享 最小做一些交流吧 而且大家有愿望呢 希望明年呢 我们再多 再多一点的 在这个祈祷合一呢 这方面多走一步 希望呢 大家呢 在合一这方面 不光是祈祷 希望呢 在疫情方面 教宗也呼吁 我们在疫情方面 就是说 我们可以很多 在伏传方面 我们有很多东西 可以去大家一起 特别在多伦多 这个华人 这个团体当中 可以做很多的 这个牧领 很多的 传福音的工作 嗯嗯嗯嗯嗯 一般的评讯徒会 说一个神父 面对着 这么多个基督新教的牧师 这样 会不会有些地方需要磨合的呢 这样 而阿 particularly 大家都是兄弟姐妹来的 我们是很 很开心的 不会没这一批 这一批 拿这个 这个没有 大家都非常 然后要为 你自我介绍 然后我是天主教的神父 那我是神功慧母 我是哪个教会 然后都大家互留 这个交换 这个这个名片 也互相聚 希望大家到 以后呢 有夺的一些 交流机会 而且一个圣公会的牧师 我们都知道 很多基督教都反对公敬圣母 他说神父 邓神父 我有机会 今天是疫情 我不能带你到office 他说我的office 就放着一尊圣母像 圣公会的圣会 他介绍 圣公会在基督教 有属于高派的 低派的 他就说 我是属于高派的基督宗教 所以在高派的基督圣公会里面 他们是对圣母 他说圣母的妈妈 是一定要恭敬的 对不对 对 没错 圣母妈妈 我们要多多地学习 她的圣德 尤其是她 这个同经圣母 但下耶稣 这个奥迹 简直是要多多祈祷 然后去理解这件事 另外 他说到这个合一 教会的合一 其实有没有一些记号 我们天主教最喜欢有些 圣母的 或者教会里面有没有一些记号 代表着教会的合一 都有 像他们这次用的这个头案 就是几个手 在一个地球 一个拥抱一个地球 表示一个大家合一 包括我们上次 为什么用这种 用这种姿势来 表示合一呢 大家用右手 右手就出手嘛 所以我们用左手 要包入右手 那就是什么 大家要 我们修从业 要大家放弃这个拳头 放弃这个攻击 去攻击别人 然后呢 我们要抱着什么 我们要给别人送去的什么 和平送去的是平安 所以呢 上次呢 我们在 还有这个蜡烛 所以他们用的复活蜡烛 复活蜡烛的 每个蜡烛呢 都是从那个 耶稣基督的那个复活蜡烛 点向了一个一个传递 给每一个牧者 那就是什么 我们的光明是来自于 基督这个源头 然后这个需要大家 互相传递这个爱 需要大家互相传递 然后又围成一个圆圈 这个表示一种共荣 表示一种共荣 在基督内的一种共荣 围绕的是复活的蜡烛 可以说 作为一个 这个是一种仪式 但是这个仪式呢 就是代表 代表一个 带着一个大家合一的 这种思想 然后围着这个蜡烛呢 我们一起念那个主导文 因为天主经 大家都是一样的 但是就是基督教 跟我们天主教的翻译不同 所以基督教 基本上就没问题 但是我们 因为我们用的 因为是基督教主办 所以他在翻译的 很多的东西 名词上帝 耶和华 因为全部就是基督教的 这一点没有问题 这一点就是说 大家呢 其实都是一样的 耶和华 我刚才讲的上帝 天都是一样的 在中国文化里 实际上都是一样的 只是名词呢 翻译名词呢 这个就是在英文里面呢 就没有问题了 就是在我们华语呢 就是好像呢 区别很大 是的 没错了 在不同地方都有不同的翻译 在这里的 但是你刚才讲到天主经 大家都识念了 大家的意思都是一样 只不过是在翻译上面 文字上面有所不同 这样 但是都是一个共用的标记来的 大家去聊 这个很有趣 好像中国人那样 我们看到很多看中国电影 或者香港电影都是 请 这样都是请 如果左腰的 是不是要反转呢 就是用左手的 就要出拳 用左手 就要用右手按转 这个很特别 这个足平安 所以大家都看到 这个时间也想问一下神父 觉得我们这个天主教会 今天对于共融合一 只是在说天主教会里面 那个情况是怎样呢 我们是不是真的 人家看得这么共融呢 还是我们还要努力一点去做的呢 我们要基督教他们在这方面 跟你看到他们比我们更努力 因为基督教的各个派别呢 问题更大一点 当然我们天主教呢都一样 包括我们在一个堂区 我们首先怎么去共融 首先就是耶稣做的 因为彼此 我们能够彼此相亲相爱 别人就认出你是基督徒 但是我们也知道 我们在每一个堂区 因为不同的个性 不同的人的什么东西 都会在一个团体 不要说一个善会 一个善会 一个堂区都一样 特别我们多伦多呢 都是来自不同的文化背景 从大陆来的 从香港来的 从台湾来的 因为大家受到不同的文化 政治背景 可能都会同样的信仰 在表达上呢 都会又有一些特色 就是说那我们怎样 在基督内去合一共融 所以我们中华殉道圣人堂呢 在一个在初边呢 特别是为了纪念 汤一皇 赵一皇 汤一汤神父 有个教育专门奸细 捐献了一个碑 就写的是 愿再愿 愿你们和爱为一 就是这样 就是这一句话 不光是在基督宗教 就是在我们一个堂区 因为我们来自不同的文化背景 从大陆来的 对吧 从香港来的 从台湾来的 因为我们成长的文化背景不同 从这个呢 在我们在 在一个圣堂工作 和一个圣堂祈祷 这个都可能会 或多或少影响 我们的处世为人呢 可能在信仰方面的表达 就可能都会有些冲突 所以呢 大家怎么在 基督这个爱的 如果大家都有爱 可能就会放下一些成见 对吧 这样呢 大家就会 在一个堂区 一个社会 就会多一些 共同的声音 这样的就是说 大家真正的做到 能够彼此相亲相爱 这个是 这个将外面的人 看到这是一个爱的团体 这个就是耶稣说 那人们就会认出 你们是我的门头 嗯嗯嗯嗯 你让我想起 教宗方正觉 经常都挂在口边的 我们只要做一件事呢 就令到这个教会里面的分力 会大大减少 尤其是唐区里面更加共用的 就是不要说是非 不说是非 就是第一步 我们这一项 说是非 很容易就出口了 大家就会说出来 大家节制一下 说少些 或者不说 对教会是一个好处 这一刻呢 送一首歌给神父 和大家先 就是在基督的爱来 我们听完这首歌 再和神父聊天 在基督的爱来 我们接下 大家同来唱歌 在基督的爱来 我们拥有 救死同在基督得死 从自疯有 在基督的爱内 我们要表较 共识同祭祈祷得胜 世上患难 人人难免 我们每次要侵父 只要同心同意合作 大家都能尝其乐 在基督的爱内 我们结合 大家同来唱歌 在基督的爱内 我们要让 救世同祭祈祷得胜 在基督的爱内 我们结合 所以有爱的时候 我们会一起共存 这一刻想问神父 请教神父 就是我们基督徒 要做些什么 去履行基督徒合一的使命 我想的就是说 我们不光是说 教会每年的1月18日到25日 25日是保露规划 所以教会在这一个星期 天主教宗呼吁我们为基督徒合一祈祷 我相信教宗的意思 不是说我们只是 我做一个祈祷 编一个经文 或者念一篇天主经 教宗的意思真的是让我们 因为我们可能或多或少 对其他宗教派 基督徒合一祈祷 也都有一些成见 对吧 教宗邀请呼吁我们 走出去 特别我们做教会 要走出这个堂去 不要在这个小圈子 要走出去 这就是也是当基督教的 牧师邀请我的时候 我首先想到教宗是要 要我们走出去 不怕我们就是 大家只能在一起 多的一些了解 了解其他 每一个教派 每一个基督宗派 他们都有好多善的东西 好多好的东西 特别基督教呢 在副传呢 在团协方面做得很好 所以呢 我们要去学习人家 就是说 扬长避短 就是看到别人的 好的好的地方去学习 所以呢 我相信呢 就是我们不光是在 合一祈祷中做一点祈祷 我相信呢 可能我们每个基督徒呢 你在公司上班 你周围的朋友啊 或者你的同事 可能会 他可能是基督徒 可能是基督教徒 对吧 所以我们可能是 我们怎么去和他们相处 最少在一个公司 我们是同事啊 我们都是信主的人啊 啊 就是说我刚才讲 我们抱着什么 求同诚意啊 我们抱着什么 学习的态度 我们抱着 一个基督爱的一个态度 我们希望在共 在一个公司 大家一起来 做一些善事 对吧 做一些 这个就是我们基督教 所要求我们 我们就可以 在这个就是说 不光是在基督徒 基督徒和一周 做一些祈祷 希望呢 再往前走一点 就是说 大家为些善事 比方 现在疫情特别严重 跟着我们的兄弟姊妹 身边的兄弟姊妹 不管他是哪个 基督派毕业的人 需要帮助 我们上次呢 在分享过程当中 一个基督教的牧师 他说 他不是所有我们这个派的 但是呢 他发现 那个教会 需要些帮助 他们就发动 他们的教会的人 做一些什么 帮助他们的 他说 我不管这个是哪一个 哪一个教派的 就是说我们能够做的 我愿意去为他们去做 这个就是说 这个是心态 就是说 我像我们天主教的 更应该走出这一 走出自己的小圈子 放下自己的成见 真的我们身边那些 需要帮忙的 不管是 他们是基督徒也罢 不是基督徒也罢 如果有需要帮忙呢 我想 我们应该呢 能够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 特别在疫情呢 疫情的情况底下呢 我们更应该 大家携起手来 共建这个社会 更建这个 希望这个大家 一起努力 组织这个疫情的这个困扰 希望这个世界呢 更加美好 没错 另外就是 希望疫情快点 消除 我们回到圣堂 去领受圣体 我们都欣诀 领受同一的圣体 就算大家意见不同也好 都是一起坐在圣堂里面 一起去领受同一的圣体 得到这一份的共荣 这是最大的感受 最后想邀请神父 我们一起去为基督徒合一 去带领我们去祈祷 好吗 好的 都在基督内能结果实 希望我们和不同的基督徒 能够携起手来 能够共建这个美好的社会 特别在这个疫情底下 也求主降福这个世界平安 健康 祝大家能够有个健康的身体 将来我们都够早一点 回到圣堂 恢复教会的正常生活 阿们 阿们 愿主一美同在 也愿你的心灵同在 愿亲的天主 圣父 圣子 圣神 阿们 阿们 多谢神父 多谢你 希望日后有更多访问 可以再跟你说更多不同的题目 多谢神父 祝你身体健康 谢谢大家 谢谢Yan and Ronnie OK 拜拜 拜拜